這中間要抽血 還沒有吃之前一定要抽血 不吃到一半 對 因為它可能會影響肝功能 如果你肝功能代謝能力不好 又不檢查 就直接去買藥來吃 那非常冒險 因為你可能沒辦法代謝這個藥 對… 還算醫師 那台灣的B肝代源者 有接近300萬 吸肝代源者接近30萬 如果本身是B肝代源或吸肝代源的話 你要用服藥來治療這個灰指甲 一定要讓你的皮膚科醫生知道 如果你本身已經 就是說有些肝功能問題的話 可能這灰指甲治療要延緩一點 可能不適合用吃的 可能用其他的一些外用藥來處理 用外用藥會比較適合 好 所以如果你有B肝或C肝的朋友的話 灰指甲的藥是不適合吃的 不是說不適合 就是你要先抽血 驗你的肝功能是正常 然後讓你的醫生知道說 你本身有在吃這個藥 再過來 其實這個吃藥中間的療程很重要 尤其是吃了六個禮拜之後 你要再抽血驗檢查說 有沒有因為你的肝功能 因為吃藥而引起 可是很多病人會覺得很奇怪說 他可能吃了一段時間 他就不吃了 不是因為他的造成肝功能異常 是覺得病人覺得吃藥很麻煩 這樣反而造成治療不完整 他的灰指甲治療不好 它會有抗藥性 其實任何的用抗生素來治療 不管是細菌 黴菌或病毒 其實本身都會產生抗藥性 這都是會的 所以那個療程是很重要的 我們之前談到說香港腳 你黴菌感染 你如果看起來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不能自己停藥 你還是要把那個療程給它擦完 對 把它擦完 所以它灰指甲也是一樣 對 它會有好 會有好的階段 所以說你好的時候 可是好景不常在好嗎 就是它好的時候很快 因為我說我腳會濕 所以說它很快 當它要退換指甲的時候 一下子又被感染 而且我都只有在大拇指 其他的地方都沒有 都沒有 對 OK 還有一種叫做 這個 這個跟灰指甲會經常被混淆嗎 對 因為它們兩個長得很像 一樣都會黃黃的 厚厚的 不過乾癩的病人 它應該還有別的皮膚的病灶 是乾癩特殊的疹痣 研究也顯示說 說實在的 因為它們乾癩的病人的指甲 是比較容易這樣厚厚的 或是容易脫落的 所以它在脆弱的情況下 它也很容易有灰指甲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分不清楚 是 好 所以如果說 不管是乾癩性的這種 這種指甲的問題 或者是灰指甲 還是要去給醫生去做一個 確診 然後去服藥 或者是外用藥 因為像我們這種人 就是要勤快一點 如果它好了之後 你指甲是不是還是要修剪 那它還是它會長出來的時候 還是要很勤快 那像灰指甲的媽媽 她平常要做菜 她平常要做菜的話 又要切菜 那怎麼辦 戴手套 一定要戴手套 她一定要戴手套 因為像我媽媽就有灰指甲 它是免疫系統 自體免疫系統功能不好 因為它有紅瓣性狼藏 所以它是很明顯 在它大拇指上就有一整條 它是灰色的指甲 就是灰指甲 然後它就是要戴手套來做菜 否則我們也很擔心 它的這個部分就是 就是有時候生食的時候 它切水果 在熟食的時候 OK 沒問題 可是在它切生食的時候怎麼辦 它也許會 生食西瓜 水果那些東西 我們會沾染到 所以它會比較嚴謹一點 OK 好 所以如果說你的手的指甲 有灰指甲的話 還是盡量戴個手套來做加持 如果是蛋蓋的話 是不會傳染的 所以還好是不是 對 蛋蓋主要是 你如果濃的話 當然你不可以來處理 可能會大家都拉肚子 在只有紅的階段還好 不過說實在 對這個病人來講 他明明就有這兩個問題 灰指甲跟蛋蓋 他本來就應該少碰水 對 所以應該讓他休息 所以此時就有另外一半要代勞 他的一些家事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灰指甲的人要洗頭 也怎麼辦呢 也要戴手套嗎 去美容院洗 對 這真的嗎 真的啊 自己手就盡量不要碰水 對 其實在我們一般 其實很多病人他皮膚上有問題 真的必要花很多錢 來找醫生 其實我們跟他講說 你就是不要碰水 其實病人都回答你說 那我洗澡怎麼辦 洗頭髮怎麼辦 其實有時候你真的用一些巧思 真的就盡量能夠避免 像腳的部分就是用個腳墊 剛才剛才戰醫師講 腳站起來讓水往另外流 那手的部分就真的 你可能就真的要 可能那個塑膠袋 或是那個膠袋要纏多圈一點 那再過來 如果真的 真的不幸碰到水 我們常說有些病人 他每天都要回來換藥 假設你都是下午要回診來換藥 你在看診之前你先洗澡 把傷口先拆掉 真的已經碰到水 你擦乾之後 反正過來找醫生 這時候醫生馬上幫你換藥 換完之後這樣傷口是乾爽的 起碼可以撐到明天 就說有很多小技巧 大家如果注意一下 其實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 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了解了這個 藏膠袋 還有這個灰底甲 藏膠袋 藏膠袋 其實這個在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遇到的 但是如果你不以為意的話 他真的後骨還滿嚴重的 還有其他對於腳方面疾病的叮嚀嗎 來 張醫師 我覺得腳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今天講到的 就是處於指甲的部分 其實我們來想一想 我們有很多 尤其在亞洲 我們有很多脫鞋子的機會 去溫泉 去散溫暖 去游泳 溫泉也是一個溫床 對 甚至只是去別人家 或是安親班 或是有一些餐廳等等 你要脫鞋 你就要擔心了 因為好多人都有病毒油 灰指甲 山崗角 你是不是要多保護你自己 尤其你已經有換過 灰指甲的患者 你終於好了 你要好好的隔絕一下 別人的皮屑跟你的接觸 OK 好 王醫師呢 如果真的有病的話 初期其實 灰指甲是可以治療好的 可以吃藥 但是香港腳在台灣這種地方 很容易復發 現在是梅雨季節 很多人鞋子都很濕 我都會跟病人交代說 大家都知道天天要換襪子 可是鞋子呢 如果今天鞋子濕了 明天就不要穿 所以可能禮拜一 禮拜四用一雙 禮拜二 禮拜五一雙 禮拜三 禮拜六一雙 女人的除濕機 除了來除濕她的包包以外 麻煩一下 老公的鞋子 也可以拿進去除濕一下 都沒有想到過 對 當老公的鞋子越乾淨 老公沒有香港腳 可能隔壁的老婆 也不會得到灰指甲 去我檢查看看 是喔 它是環環相扣的 對 接下來我們的健康問診室 這一位來自於台北的21歲 Amy 她的問題是說 腳指甲如果變形 或凹凸不平的話 可以用什麼方式來治療 不平或者是變形 剛才張醫師妳說 那個叫做捲甲是這樣子嗎 對 不平跟變形 它除了剛剛我們一直在談的 甲勾炎 其實甲勾炎有可能造成 指甲變形 因為我們跟他說 媽媽如果不好的話 指甲工廠不好 就會影響指甲 第二個就是灰指甲的感染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病 包括圓凸 就是這種落伐疾病 還有有一些人 他是有貧血 所以缺鐵性貧血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 免疫性皮膚病 他都有可能指甲是不正常 所以他應該要來就醫 找出他本來的原因 指甲有的時候是一個 第一個的真相 比較容易被發現 是 OK 所以他不能夠忽略不管他對不對 對 因為如果已經變形 或凹凸不平的話 OK 王醫師有沒有要補充的 其實說很多病人 就覺得他自己有問題 不知道看哪一科 其實這時候其實適當的精油 如果不知道看哪一科的話 先找加一科 那就加一科 覺得說你的問題 需要到皮肤科的專業去的話 那你去找皮肤科 這樣會節省比較大多的時間 是 好 那瑞琳呢 真的 如果說像 如果大家有像我一樣這樣困擾的話 一樣還是就是遵照著醫師的方式 因為像我的病真的滿多的 像剛才張醫師講 有啊 我有免疫腥瘤疾病 就是有甲狀腺 那所以說也許我指甲的方面 就是甲狀腺造成的 那我自己有體質上的問題 那你要找出來 你既然腳濕 那你就是記得回家把鞋子 要保持乾燥 對 風乾 然後就是不能跟你的 旁邊的睡覺那個人 做腳那樣這樣的動作 因為你會傳染給他 對 就是你要保護自己 記得要保護家人 對 好 非常謝謝酸菸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寫信到我們節目 我們會請專家 在節目當中為您解答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